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么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战争机器5中全神器的收集攻略 这些神器呢 全部都在第二幕第三幕中可以找到 那么呢 这些神器呢 它有各自的特别的属性 同时呢 你还可以解锁相关的成就啊 还有就是每把神器的旁边的都有战争机器5 今年的库罗头的标志 还是非常醒目的 接下来是第一把神器直发者 他在你第二幕第一张啊 第一次驾驶小放船 抵达的第一个门 也就是北狼啊 这个时候他要求你开门 不过呢 你还没开门之前一直往左边走啊 就可以遇到这个神器了 那么呢 接下来你就会解锁地图的功能啊 就可以看到整个地图了 这把直发者神器呢 它降低了射速不够呢 也提高了伤害 接下来第二把神器呢 在你前往新希望的路上 在一个湖边的一个红色的小木屋里面 这个我之前有做过视频啊 这把神器呢 会在你主动装填的时候 在枪毯里面啊 额外装一发子弹 接下来第三把神器呢 是吃到突击步枪 你们按图手机就好了 顺便一提 这个地方呢 你得在完成新希望之后 打开第二三大门之后才进得来 这把吃到神器呢 是非常牛逼的 它的子弹呢 是爆炸子弹可以空爆哦 接下来第四把神器呢 是把手抢来的啊 在我所持的位置 同样的这个地方呢 也有个骷髅头的标志 这附近呢 是一个乌云号的实施地点 接下来第五把神器呢 是个机械工啊 这个机械工呢 是在矿洞的路口右手边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一个骷髅头的标志 不过不在这里 你要往左边走啊 往里面深入一点 就会看得到了 这把神器呢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它可以快速射出 非爆炸性的箭尸 接下来呢 是一把撞头神器啊 这个神器呢 在于你啊 最后一张即将进入湖底的 那个地方的旁边啊 一个一个冰块的后面 这把神器呢 是冷冻炸弹来的 接下来的神器是流荡来的 它在北通讯塔路口的右边 以上呢 就是第二幕中 所有神器的位置了 那么呢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 是第三幕神器的位置 好的 现在呢 我们来到红色沙漠啊 第三幕 那么呢 第一把神器呢 是鹰爪自动手枪 这把神器呢 是在一个非旧的机库的旁边 接下来的神器呢 是纳取心弹 这个是在地图的边界 这里的沙城呢 特别多啊 能近度并不是很高啊 所以说 比较难发现就是了 接下来的神器呢 是一把巨奥 它在一个柱子的旁边 它的流荡呢 可以直线飞行 而且在敌人附近空暴 接下来的神器呢 是一把利爪啊 你可以在屋子上 看见一个 骷髅头的标志 然后呢 在旁边的树啊 那里有一个利爪 接下来的神器呢 是雷爆突击步枪 在一个铁商栏的后面 同样的 在这个墙上呢 也有这个骷髅头的标准 然后在这个装备箱里面 就是这把神器了 好的 接下来的神器呢 是一把狙击枪 叫马克萨狙击枪 它是在一个车的后备箱里面 接下来的神器呢 是史纳之士 手枪神器啊 这把神器呢 是在火箭机库的围墙外面啊 接下来的神器呢 这是绝杀性呢 这把性弹呢 可以在一个岩石后面找得到 这把改良型的绝杀性弹呢 在扣下板击的时候 进行全自动的射击 接下来的是骑兵突击步枪 这个是导数第二个神器了啊 你可以在这里同样的看到骷髅头的标志 从这里往右边走啊 就可以看到骑兵突击步枪了 好的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把神器了 安帕 它是在一个试试的乌云号的旁边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所有的神器的位置了 你只需要按照我图片中 镜头指的那个黑点的位置啊 去找就行了 你只需要用每一把神器杀一个人 然后同时装备三把神器 这样的话就会结束两个成就了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 硬币收藏 加关注加分享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